开启这个档案之后的话 有序值2 把它复制一个变序值3 本来是入门的 变成进阶的 那进阶的话呢 就时速变成都两个小时 编号的话呢 因为头跟尾 这个老师跟这个老师没有参加 所以重新编号 总共14个变12个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知道说 全校老师有20个 有参加的 第一次只有14个 所以有6个没参加 第二次的话呢 又有两个没参加 有8个没参加 那我必须怎么样 假设我希望把这老师 有没有参加这两次的研习 帮我加起来的话 当然你不是图卡链钢 你不是这样 你王庆路直接看这边有没有 没有 这边有没有 没有 那就零个小时 理事员有没有 第一次有 1.5 第二次没有 零 那如果说你这样做事情 那人数少20个还好 如果200个我看你可能做了 2000个2万个 那你不是做不完 OK 所以呢 怎么样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我们如果不用VBA写的话 我们可以用3米符 插入函数 那这边说3米符的函数的话 它是在三角 里面的话有一个3米符的函数在这里 OK 3米符 然后按确定 三个问题嘛 quiteria就是 你要找谁 OK 所以找王庆路 range跟somerange呢 都在别的储存格 所以range的话 只是说 王庆路去哪边找 去这个范围找找看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把他这边的 这个时数加起来 所以特别注意 range跟somerange都在序责2 所以会多一个序责2 惊叹号表示跨工作表 OK 但是呢 你如果要切回来的话 请你点quiteria 就切回来了 因为他这个前面没有 如果你点这边他会切 因为这边有一个 序责2的物件名称 他会切过去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码 然后这个范围基地要把它锁起来 F4两下 其实锁列就好了 C3到C16也把它锁起来 锁列就好 前面 OK按确定 那把它向下填满 全部都算完 不过这里只有算完 share 2的 入门的 那进阶怎么办呢 很简单 在公司里面就这样 加 因为他没有办法 再做第二个工作表 OK 所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贴上 那改哪里呢 我这边序质2变序3 少两个人 14 有没有 序质2变序3 一样少两个 这样的话就查进阶了 OK 那两个把它相加不就实数了 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全部加完了 那加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要用VBA的话 一样怎么样 把它清除 一样呢 把结果丢过来 但方法很多啦 最简单就是什么 丢公式 OK 因为它跨工作表 但如果你用VBA写的话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VBA里面 只要看到 这个工作表 你就要把它改成 Shit 这个名称 就是物件名称 把它改成叫Shit 加S 这个加S 哪一个呢 刮斧它 那当然相对的程式会比较复杂啦 所以我们这一题要先用丢公式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吗 前面有讲过吗 如果我今天希望让它全部跑过 那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C栏的东西清空 所以等于空日串 那如果说要丢公式的话 再把刚刚的公式 再丢回来就好 那丢回来两个重点 一个是有没有双以后 好像没有 第二个有没有I I的话 点这边一下 其实这样切就知道了 其实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有两个I 一个是这一个 它本来二变三 二变三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所以我们程式写完 因为这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直接就来看一下 for I 清除的话就是 最终刚刚还讲过 所以最终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要很熟练 可以讲很多遍 所以你记得在笔记写一下吧 或者常打熟了就OK了 然后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C栏清空 清空刚刚也用到 其实用来用去 大概都是这样而已 储存格 那不固定的储存格用Sales 因为有一个I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丢公式 把公式丢进来 丢过来的话 我前面讲过嘛 就是如果里面有 有那个 有清除吧 先丢一下 再来复制 因为如果你把它清空的话 里面就没有了 OK 然后假设我今天 也把清除拿过来改 假设这样清空 然后只要把什么 把这一个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这个应该前面写过 所以我比较快的再做一遍 重点复习一下 那就切到VIOBET 把它贴上 那改一下 改这个 OK 双引号两个 这已经很熟了 AND两个 放一个I 这个 而且可以把它背公式了 OK 这应该我想要很熟了 OK 而且尽量你工作上要有用到的话 这个因为一样 所以把它贴上就好了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再做两个按钮 就OK了 不过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我要把它保护起来 因为以后我建议 如果你资料要跟别人分享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做一件事 保护工作表 因为如果你不保护的话 争议很多 有时候他改了 结果他说是你给我的就是这样 那当然就会有争议 麻烦 干脆怎么样 你就把资料保护起来 比如说他可能会在篡改资料 所以我们保护工作表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 不能更改资料 第二个 看不到里面的公式 甚至这个也不用让他看到 因为他怎么做的 不要让他知道 甚至后面的那个工作表 这个也可以怎么办 把它隐藏起来 让他都不要知道最好 这样子的话 至少你不用为了这些事情 在那边头痛 因为常常都是使用者端的问题 变成你要把它解决 那你保护起来就没问题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都要保护工作表 一请你把这个工作表全选 二的话按右键 出存格格式 把里面特别注意 切到出存格式的最右边 有个保护 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打勾 这两个 如果他里面没有打勾的话 就不保护 这个是保护资料 这个是隐藏公式 锁定就保护资料 隐藏公式按确定 再来的话就保护工作表 密码的话加一下 我是用1234 比较好记 你会发现第一个 这个资料 他无法篡改 有没有 你如果输入一个5好了 可以不行 除非是要密码 OK 那密码的话 当然他如果知道说 这边有保护 教育里面他要取消 他会出现密码 那当然他如果不知道密码的话 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去修改 OK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公式也不见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他改就没有办法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VBA的话 他保护了 可是VBA有没有办法可以跳过这个保护呢 可以吗 应该是不行吗 试一下 清除 他马上出现这个 1044 1004 OK 跟刚刚那个错误一样 所以以后你看到那个错误 不见得 他有时候 这个仅供参考 增错一下 这一行 为什么呢 资料要丢 丢不进去 他把这个空的丢到这里面 把它盖过去 发现不行 为什么 因为保护了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加一行程式 这个地方 就可以动态的 把这个保护取消了 OK 那怎么做 待会再看 请各位第一个 先把那个上礼拜的这个 讯息二 再复制一个 变讯息三 少两个老师 全部两个小时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我先把它取消掉 再利用那个 sum if 把两次都把它加总起来 最后的话呢 把它用VBA先丢一下 给他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这个资料都保护 不过保护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你保护之后 跟VBA搭配呢 也是一样会有问题 因为他保护了 所以呢 你一般滑鼠键盘不能改的话 那VBA也不能改 可是VBA不能改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边的话呢 待会会教各位 就是动态的取消保护 动态的取消 但是取消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 再把保护再加回去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以后他要动资料 只能透过你的程式 就像表单也没有 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要把资料 写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先取消保护 然后呢 最后再把保护加上去 那他以后 就一定要经过你的表单 才能输入资料 也就确保说 以后不会随意的输入 这样的话 我觉得比较不会因为人为的关系 而造成错误 你要帮他解决问题 有的时候我发现 都是使用者端发生问题 你要帮他解决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是把教师研习统计表 这个范例先试着做做看 待会我们来说一下 怎么样用VBA动态的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再加回保护 好 好